音乐 生活 流行 都在一同开麦啦 欢迎继续回到中港新闻网 一同开麦啦 我是王凯 我是乌亿 我是孙董 是的 大病出狱的我 对 出狱 从上周到现在 都还没好耶 真的是还没好耶 是 我觉得今年有一种感觉是感觉感冒特别不容易好 有耶 我有这种感觉 我也有觉得 而且我觉得好像感冒好之后特别容易再感冒 就是免疫力有下降的感觉 我一直觉得印象当中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学生就在什么国小国中的时候超容易感冒 但那时候其实就是感冒可能两三天就痊愈了 然后你第四天 比如说你礼拜一生病好了 感冒好了 你大概礼拜三或礼拜四 四天就好了 你搞不好就已经可以回学校上课 对 然后或回学校就是参加活动 但现在就没有办法耶 你现在真的不熬个四五天 好像没有办法好透耶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症状是咳嗽 对 现在都好容易咳 因为会一直咳个不停 可是真的是咳了 可以咳一整个月 对 因为我之前也咳过一整个月的 然后咳嗽超级不舒服 超级 会咳到很想吐 而且晚上会睡不好 对 还会延旦影响到你的声音 对 Oh my god 而且重点是咳到最后会有一些问题是你知道是怎样吗 是你胸口这边的肌肉会很痛 已经不是酸了喔 一开始也是酸 但到最后会很痛 对 因为我现在本人还是有点痛的状态 所以你已经咳到是这样 我是咳到父亲快咳出来了啦 哇 而且凯凯有日渐憔悴 没办法你知道吗 我这次流感 我其实向来不是那种说感冒会容易吃不下的人 就是我之前不是 还是会吃点东西 我还是会吃的 就是还是蛮爱吃的 但这一次感冒是真的完全我 一点都不想吃东西 就是我还是会去买饭 我还是会买饭回家 但是你知道吗 我就算买了 我还是会吃个两三口就没胃口了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去买电解水 欸 没错 因为电解水就是一个让你不用吃东西 可是又会有一些 不充体力 就是我有热量啊 体力啊 矿物质的东西 我还后来发觉一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什么 布丁 布丁 就是也有热量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 你如果不是那种不能吃冰的 不太能吃冰的或是那种肠胃不舒服的感冒的话 其实布丁它凉凉的你比较吃的下去 对对对啦 像你喉咙痛的话 布丁其实也不错 是是是 没错 可以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反正本人呢 这一次呢就是久违的中奖了 而且中的就是最可怕的 最流行的A流 Oh my god 所以你今天有去打预防针吗 就是没有啊 没有 预防针 大家很少注意到要打这个 除了学生 其实对学生好像特别容易会注意到 然后还有那个长辈对不对 就是高龄的长辈 因为他们是有高龄长辈有工费 对 但学生有吗 学生学校会提供那个施打吧 真的哦 这么好 我记得会 但我自己是每一年都会去施打疫苗 但今年没有 但你都是自废对不对 每年都自废 因为我觉得预防生育治疗 的确是 但是不是听说那个流感的疫苗 也不一定打了就是完全百分之百 就跟COVID一样 对 就是你 就是打着预防啦 对 但是你还是会有机会中哦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而且流感有很多种类型 所以你 对 你打的也不一定就是在流行的那一款 有A流有B流 对 现在又有COVID 之前还有煤浆菌 说到COVID 这个东西很好笑 我那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 然后他就看一看 他就说 我觉得你的症状 有一点像 然后他就从他后面的柜子拿出了一张纸 然后纸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流感 COVID 一般感冒 这样 好 就三个 他就有一个比较的表格 他就说 嗯 我现在觉得呢 你跟这个 这一个比较像 就是他的止流感 然后呢 他就说 我们还是先验一下吧 因为流感 有客流感可以用 所以如果我们验出来 我们就有这个 武器可以用 好可爱的医生 真的 对 那个医生其实人超好 所以你测的那个东西是像COVID那样子 是个检测器吗 他就是跟COVID一模一样的测法 就是一样是去鼻子 塞鼻子 塞鼻子 然后就一样泡 泡那个药水 然后他就是过15分钟会有结果 所以他给你检测A流的检测器 应该是说流感的检测器 一次好像他检查 会检查出AB两种 其实他会显现的 限在哪个位置 就代表你是哪一个流感 你是A还是B 对 然后他就说 如果你这个是流感 就有武器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新冠 不好意思 也只能开感冒药给你 因为现在也没有其他新冠的药 没有预防的药啊 所以就是 他就说 所以我们还是测一下好了 如果是流感就比较简单了 这医生很用心 我心想说没有比较简单 有用心 累死了 对 但这个医生真的人很好 他跟我们 就是跟病患解释的都超级详细 然后药要怎么吃 他会亲自告诉你 就是你知道很多的 都是交给那个药理 对 药剂师 很多诊所都是交给药师 配完药之后给你的时候 就跟你讲怎么吃 这个医生我每次去看 每次去 太常去看他了 已经当家里了 对 然后就是每次他都会 都会跟我说 你这个药就是 比如说你要这样吃 这样吃这样吃 这个一定要吃完 这个如果好了就可以不用吃 然后他会讲超级详细 那他看只看一次 会不会看很久 会 所以我每次都那样 我觉得是 而且他年纪 其实他年纪也不大 但也没有 也不是像我们想像中的 那种很资深的那种 不是那种 但是也不是那种超级年轻 但是他超级超级认真 而且他有时候很好笑 他上次我遇到他 他还跟我说 就是我去看医生 他就说 你等一下 去药局拿药特 你不要听那药师 跟你乱讲怎么吃 你听我的怎么吃 蛤 还是他其实就是 跟药师 没有那么 对 没那么合 不太合 所以他就会说 在看诊的时候 顺便帮你讲 跟你讲 我就想说 嗯好啦 听医生的感觉 医生应该是 要听医生的话 我想说医生讲的 应该是比较可以信的吧 既然他都这么说 那我就相信 医生讲的吃法好了 但我觉得其实 医生讲的说 那些药有什么使用 会比较好 等等他先跟你讲 那如果 药师讲的有点出路的话 你可以说 诶 刚刚医生跟我说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造成他们吵架的原因 所以他们越来越不好 是这样来的吗 有可能 哦 比如说 了解了 比如说 医生刚刚跟你讲完了 然后结果呢 你去领药的时候 药师就跟你说 别的 诶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呢 你就去质疑他 你就说 诶 可是刚刚医生说 然后他就会觉得 那个药师就会觉得 又来了 哈哈哈哈 他们两个关系又越来越差 对越来越差 工作分配 可能出了一点状况 应该是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英文 刚好就是 看到了这篇新闻吗 然后这篇新闻呢 说的就是 哇今年啊 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年 医生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 病毒群魔乱舞的一年 是 完全是 而且好像很容易 重 这样 感冒 自从covid之后 好像特别容易感冒 而且是 一感冒都是感冒 重感冒 对 很重 以前就是那种 小小感冒 然后你可能 咳个瘦啊 流个鼻水 对 头晕一下 两天 然后第三天可能就好了 或一天两天就好了 然后医生就针对症状开药 对 然后这一年 两年来 哦好容易感冒 一感冒就好严重 一感冒就是要 可能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 他会症状 而且现在自己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 这到底是什么病 对不对 真的 对 然后所以呢 这个医师呢 他就在他粉专也分享了很多 现在 譬如说 他就提到说 譬如说 疾管署就有公布了 上个礼拜 国内肠病毒 肠病毒 哦对 还有这个 肠病毒 又有多少呢 有多少 2.1万人次 哇 尤其是这种 季节交替的时候 最容易 没错 他们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中奖 然后呢 再接下来 今年呢 流感其实 还不算进入流行 但是 已经很高了 还没到流行 就已经很高了 就已经很高了 那目前呢 最流行的病毒 其实是什么呢 什么 就是A型的 H1N1 对 也就是本人 种的这一个啦 嗯哼 嗯哼 那呢 再来的话呢 哦还有 他就说 B流 B流 B流当然 没有A流这么多啦 那他还有讲说 现在 还有很多爸爸妈妈 其实也很崩溃 为什么呢 因为好不容易 比如说 小朋友刚刚可能 得完抢病毒啊 手口足啊 然后就 又回去上课 上完之后 就又来一个流感回来 哎哟 有的是去再上个课回来 又来了一个梅将军 我觉得小朋友的卫生习惯 可能还没有那么好啦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嘴巴什么的 然后学校那种场合 这真的很难 群聚 尤其是那个叫什么 幼稚园 对 一般可能30个人 然后我打你再打我一下 然后摸来摸去 然后有时候口罩可能又戴不及 然后我玩一个游戏 他也玩那个游戏 那两个人 对 就比如说 细菌又传染了 传染来传染去 所以本来就变得很麻烦 因为小孩 中奖了 回家 然后回家照顾之后 还是爸爸妈妈 然后甚至他也会中奖 有可能爸爸妈妈会中奖 真的耶 因为小朋友的病毒传染力 很强 而且我真的觉得 爸爸妈妈这样也很辛苦 因为他们如果真的中奖的话 还是得顾小孩 对 还要上班 还得上班 这才是最痛苦的 好啦 那到底到底 到底 有没有进入流行期呢 这真的是我不知道 那疾管署目前是说 好像还没有 但是呢 还没有 根据目前的统计 流感呢 到现在 统计起来 重症 重症 已经有202例了 重症 蛮多的 所以其实已经算是 创10年来的新高了 同期的新高了 以前可能个位数啊 顶多10几个 20个 现在到200了 死亡人数也是 也是破新高的哦 死亡人数这一次 同期的话 也是新高 然后这一次是26例了 26例了 所以 其实疾管署也是有在呼吁说 好好的保护自己啊 如果可以的话去打疫苗 打疫苗 然后勤洗手啊 对 戴口罩 我觉得要戴口罩 尤其去那个交 就是大众交通工具 或是如果你遇到的人 是各式各样的话 尽量还是要戴口罩 哦真的 我真的是觉得那个 最近因为又就是 不只是流感啊 就是各式各样的感冒 又变成一个流行期的时候 尤其又季节交替 季节交替又容易过敏 然后过敏可能抵抗力又低的时候 是 拜托真的好好戴口罩吧 对啊 对啊 保护自己保护大家 对 而且如果要进出医院的话 更要戴 哦医院真的不能不戴 医院一不戴哦 隔天你就 隔天你就 身体就怪了 对就怪怪的 就小心了哦 好啦 对 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进广告 回到中广新闻网 一同开飞啦 我是王凯 我是吴 我是孙董 是的 今天呢 来进行一下生活报告了 刚刚跟大家聊聊了 最近呢 大家应该都 很害怕的 感冒 这件事情 特别是流感 也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 这个身体状况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聊 最近很红的一些事情好了 什么 人民以食为天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天的早餐要吃得好 一日之际在余城 没错 所以今天就来聊聊早餐这件事 早起的鸟儿有松饼吃 有松饼吃 真的耶 台湾人到底有多爱松饼这个项目 我很好吃 我蛮喜欢的 我是喜欢啦 而且松饼分了很多种种类 好比说像是厚松饼 然后那种 舒服雷 厚的 然后还有薄的 薄的就像煎饼一样 而且还有分哦 还有分 松饼还有分那个 你是那种格子的 哦格子的 还有一片的 还有一片的 一片的 就是那个啊 像煎饼吗 就像煎饼的那种 OK 他们都有各自各式各样 不同流派的拥护者 OK 没错 我就是喜欢那种一片的 我喜欢 我喜欢舒服雷那种 厚厚的 软软的 我都喜欢 因为最近那个麦当劳啊 知名连锁素食龙头 龙头 他们最近出了 那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挺像 对 真的 这个东西 但我其实自己不会想去试啦 因为对我来说 怎样呢 为什么 松饼就应该是 甜的 他不应该夹任何咸的东西 对我来说是这样 那种格子装松饼然后夹 哦那不一样不一样 小木屋那种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小木屋那种可以接受 但这种类型的 我不可以接受 他在哪里 他说他觉得一片的就是要甜的 是 那种格子类型的 格子类型的 可以咸的 可以咸的 哦 呵呵呵 这么的讲究 真的耶 就是对对我来说是这样 哦吼 所以你们会想去试吗 就是麦当劳最近出的新的那个 蛮有后松饼宝系列 对后松饼宝 它就是其实就 它其实是不是就是有点类似像那个 就是满符宝 但是把满符换成松饼 我去日本好像就有这个 好像 有有之前就是在推出了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想换我们 对 而且我其实蛮好奇 所以那个松饼 它原 就是那个 宝的那个松饼 嗯 和汉堡的那个宝 松饼宝 对 松饼宝的那个上下那两块 我很好奇它味道吃起来到底是什么 还是松饼的味道吗 应该就是吧 会不会就是那个一片的 然后只是比较厚 然后加了糖 所以它真的是会甜 会 对 咸咸甜甜 听说会甜 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的原因 而且它是有加蜂蜜的 对 就等于是它把酱已经先加进去 就是有甜辣 可是就很像你吃以前那个麦当劳的大早餐 我大早餐我会把它分开来吃 嗯 我不会把它 我都会把它 夹在一起吗 夺在一起 叠成一个小小的汉堡 诶但我也是分开 我也是分开派 嗯 对我觉得甜的要甜的 诶 这样我好像能认同你的想法 猪肉松饼套餐我也是分开吃 对我也是 我的猪肉饼是 诶你们都知道我怎么吃那个猪肉饼的吗 我是先把肉撕掉诶 诶我也是 吃完之后再吃松饼 对 我都会把它叠好 你会把它叠在一起当成 然后切切切 当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汉堡 小汉堡 但我蛮好奇 而且我会淋那个 你会淋蜂糖酱吗 对对对 蜂糖酱 然后跟那个奶油 哦真的哦 然后一口这样子擦下去后 吃掉 所以你可以接受甜鲜 加在一起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是没办法啦 所以我一定都是把它分开来吃 我也是分开派 但是其实因为这个 而且重点是这个的松饼 它是厚的松饼 对它是厚松饼 它其实不是我想象当中 哦那用那个薄的松饼去夹 所以跟我心里想的好像又 稍稍的有所不同 但我蛮想吃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它的饼皮 跟那个蛮腹饱 那个有点像 对 感觉看起来有点像 它是厚的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 诶到底吃起来是 会很硬呢 还是很软呢 那种感觉 而且 我跟你讲 它也只卖一个多月 所以要吃的话 记得赶快去吃 而且我看那天开卖 那一天 就有人去排队 然后排的超级长 然后重点是有一些店 是我看有人PO文 有瘦完了吗 就说排15分钟 轮到它的时候 已经瘦完了哟 诶这我会难过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跟我说 诶卖完了 那它算麦当劳一开就开始排队 应该是吧 而且重点是麦当劳 有时候都开24小时的 虽然它早餐好像5点 还是6点 5点才卖嘛 5点开卖 对 所以 但你可能会有人提早去排啦 我觉得 会 好疯狂 真的好疯哦 是不是有一些人可能提早去排 然后一买一买一整个办公室的量 诶我觉得有可能 有时候一买10个 诶我夹在麦当劳旁边 那我帮你们买 诶有可能 有可能 它就是一个人型Uber E 诶是他们是 这个这种事情 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 还蛮常发生的 诶诶诶诶 而且以前没有Uber E 还真的叫不到 都是用那个Line 然后说点餐咯 诶诶 点餐咯 诶会耶 恭喜我那个回应 我今天在买一间早餐店 大家请点餐 今天吃四海豆漿 好收单 还有明天吃Laya漢堡 诶有诶 很感谢那个曾经的同学 诶真的 Laya最近有那个 也有特别联名 诶出那个牛奶糖的 森涌牛奶糖系列 联名 对就是它有汉堡嘛 有蛋饼 有蛋饼 然后可送 然后还有饮料的部分有联名 就是奶茶 牛奶糖奶茶 还有牛奶糖 拿铁 拿铁 哦那你们都喝过吗 我喝过奶茶 我觉得还不错 对 我是先问王凯凯 我说诶 奶茶好喝吗 呵呵 他跟我说 不甜 哈哈哈 阿说不错 不算甜 不算甜 不算甜吗 很甜欸 我觉得就是 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 腻的甜 哦 所以我会把它归类 不甜 对 它不是死甜 可是它算是 我觉得有半糖甜 对差不多 但就是一个特殊的风味 我觉得就是 你在一般的 是喝不到的 确实 对 它是特别的啦 嗯 所以我觉得 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是值得尝试的系列 对 那甜的我可能真的没办法 那没关系 你可以去吃它的那个啊 咸的吗 它有那个 那个汉堡是跟 就是跟牛奶糖 就是也是联名的 哦 对 就是咸甜咸甜的东西 巧克力的我也吃过 哦对 它之前那个 Key Cat联名的时候 也是好棒 而且我是吃巧克力 汉堡 汉堡 嗯 那它夹什么 里面就夹肉 夹肉 巧克力酱 哦 对 那吃起来怎么感觉 挺妙的 哦那是好吃 说不上好吃 哈哈哈哈 但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现在好像 都有一些行销的关系 像现在在脆上面啊 那个 那个谁啊 拉雅 就有一款 贝果 在脆上面超红 那蓝莓的贝果 哦你说蓝莓乳酪 哦我知道 但是它其实那个很久了 哦真的好好吃哦 就大家看到什么红了 就想吃 嗯 因为他们其实那个很厉害的是 它好像是不知道是 最一开始是 他们公司真的自己 出来做这个行销 还是别人 只是刚好贴了一个 爆量的那个酱的贝果 哦 酱很多啦 然后就一泡而红 嗯 不过那个贝果是真的好吃 因为我之前真的会点 嗯 嗯 不像某一些路边早餐店 贝果吃起来会有蒜味 但我不得不说 有哦 蒜味哦 因为 因为 同个抹降刀吗 因为我上次说 我之前在节目上讲过啊 我之前就我们公司附近 一个私人的那种 小的 小摊的那种 自己开的那种阿姨的早餐店 然后咧 然后 我点的是那个叫什么 奶油 奶油 草莓奶油的那种 贝果吗 贝果 一样是贝果 然后我拿回来吃 我想说为什么会有 大蒜的味道 后来就认真去看 嗯 他应该是 抹大蒜也用那一把 然后他只让他擦掉之后 就拿去抹别的 有点神奇的味道 好可怕的大蒜草莓 然后就会觉得 我很出信 我没有想要在我的 贝果吃到大蒜的味道 你刚是双酱 比较贵是不是 对啊 还是分子料理 我要谢谢阿姨 分子料理 绝对是 好啦反正呢 这就是对啦 最近联名了很多 像那个 因为我们本公司附近还有另外一家 就是QBurger嘛 对 然后QBurger最近也有一个联名 他不算联名啦 他就不是联名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港澳季 香港澳门的相关食物 然后 但我一直还没去尝试过 他们的这个炒泡面 他其实炒泡面看起来也蛮厉害 但你们不觉得现在感觉是联名 就等于说你是先因为这个联名去吃的 去认识这家店 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这东西真的好吃 对对对 这倒是真的 这样子等于是双赢 对啊 对 但是品牌红了 哦也是 店家也红了 好像也还蛮合理的 合理 那你们最近觉得最感兴趣的联名 是哪一个 最感兴趣 刚刚没有提到的也可以哦 如果你们最近看到 跟食物有关的话 最近有什么 我觉得我前阵子还蛮喜欢那个麦当劳去跟韩式 炸鸡 炸鸡联名 但我觉得炸鸡我还好那一款 你觉得还好吗 如果是炸鸡的话我还好 我是那个冰炫风那个 阿华田 阿华田那个 那个超好吃的 真的哦 因为它很特别的是 它虽然就是阿华田的那个冰炫风嘛 然后它还会附一个 阿华田的巧克力豆豆 可以让你加进去 加进去里面 哇 Amazing 而且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可是就有点太甜了 对啦 但是冰炫风就是一个 真的很甜的东西 所以你喜欢那个炸鸡哦 所以你喜欢那个炸鸡哦 你是喜欢那个炸大块的那个炸鸡吗 对 哦真的哦 好神奇哦 很厉害耶 因为我觉得它的酱还不错啊 它的酱 可是它也偏甜对不对 对 因为它的酱是甜的 对它的酱是甜的 它是酸甜酱 对对对 你是去那边吃还是你是订外送的 我带回家 带回家你还会觉得好吃哦 对啊 因为我就是因为订了外送 我觉得超 因为它湿湿的对不对 对因为它就是泡久了 就会变黏 然后就觉得有一点 有点可惜 我还是喜欢外层酥酥脆脆的 我觉得它可能要 那个东西可能要在现场就要吃掉 哦 要不然很很容易 它的皮就会没那么酥 因为麦当劳的炸鸡的皮 本来就不是炸到超级硬的那一种 嗯对 所以它如果加了酱 你如果没有马上吃 应该真的会软满快的 软快 哦 嗯 但麦当劳在我心目当中 为什么最急最后面麦当劳结吻 对啊 麦当劳在我心目当中的话 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焦糖冰奶茶啦 哦 那我真的好好喝了 但它长家 但它长家 它这次的 它在今年回归之后 钱变贵了 但我觉得它今年的花样很多耶 除了联名吃的啊 不是联名 联名的猎人啊 联名猎人啊 什么的 然后还推一些什么菌菌薯 摇摇薯 摇摇薯也是 推为多年回归啊 对啊 BTS啊 哦好厉害哦 真的蛮强的 今年他们真的很厉害 风收年啊 而且他们今年做了 其实做了很多 很不同的那个尝试嘛 包括他们店内的音乐 音乐也换 之前 我不知道 我有在节目上讲过吗 有有有 我有讲过是不是 反正就是简单跟大家提 怕大家没听过 反正 麦当劳他们以前的音乐 可能就是固定播的都是纯音乐 然后他们今年就有一个新的计划是 他在早中晚和大夜分了四个时段 会分别播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因为他在晚上的那个时段会播K-POP 超开心 K-POP 哇超爱 那他们其实很注重细节 是 有耶 他们真的有 我觉得有 他们有想要把他们的那个品牌的形象从 就是一般的快餐厅好像变成到 可以在那边很时尚吃饭的一个餐厅的那种感觉 挺厉害 很用心 没错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集的生活报告啦 也是感谢孙董来玩 感谢孙董来玩